开飞机的时候能抽烟吗 从1988年开始 民航客机就明确禁烟了 很多消开就很奇怪 这乘客都不能抽 难道你驾驶员还能抽 乍一听好像很离谱 但这事是真的 其实在2019年之前 是没有一个硬性规定 说民航驾驶舱不能抽烟的 因为在此前 有很多民航驾驶员 他是有烟影的 那在长途飞行的时候 你让他好几个小时不抽烟 那可能更容易出问题 而且民航客机都有辅助驾驶功能 让飞机稳定在一个高度的时候 机场去喝个咖啡 那你不出事当然没问题 可惜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啊 2018年国内就发生了一起 因为驾驶舱抽烟 导致的飞行事故 这咋回事呢 当时一架香港飞大连的航班 刚飞到广东 客机在万米之上稳定飞行 哎呀这副驾驶就美滋滋的抽起了烟 而且他还非常讲究 他抽的是电子烟 但电子烟也有烟雾啊 这哥们儿怕烟雾飘到客舱 所以想去关闭客机的循环风扇 结果一不小心 关了整个飞机的空调组间 好家伙 直接导致客舱施压 氧气面罩都弹出来了 这机场都懵了 所以迅速下高度 飞机高度紧急下降了7000米 还好最后机主人员发现了问题所在 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虽然侥幸没有出大事 但这哥们儿的飞行执照肯定是没了 而且这事也非常巧合 其实在2017年 我国就已经宣布了 民航客机的驾驶舱要全面纪念 但因为落实的问题 最终生效时间是2019年 所以每个航空公司是分批次来的 像重庆航空和西纳航空 就是最先落实的 但这哥们儿非常不走运 他所在的航空公司 刚好是最后一批落实的 没想到真的就出了问题 葬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所以啊 任何一个规定的背后 又有无数次危机的出现 遵守规定才是保证安全的第一法轴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周周 讲故事